台北市立动物园里头的人气猫熊团团 从8月发生了癫痫验出脑部病变之后 原定18号是要回到展场跟民众见面 但是因为身体状况欠佳 在22号的时候再次进行了精明的检查 原方现在证实团团出现了后肢无力 食欲下降 活动力不到以前的一半 现在躺着休息的时间比较长 甚至连吃饭都躺在地上 原方目前只能给予药物减缓不适 等检查的结果出路之后 再讨论治疗的方案 手拿竹子躺在地上吃饭 这可爱的模样显得有点没精神 大猫熊团团最新画面曝光 透露出病情每况愈下的景序 他现在的状况其实没有以往的那么好 可能坐着不舒服 所以他才需要躺着再下去做进食的一个动作 从坐着吃变成躺着吃 16号开始团团不止后肢无力食欲下降 活动力甚至不到以前的一半 由于血验报告并没有感染的情形 推过可能是脑部病因所导致 台北市立动物园22号紧急为团团做第二次的MRI 将交由各专家判读 由于团团这种状况比较差 经过评估之后仍不适合回到展场 收集到的病例的部分 其实没有一个的影像是呈现团团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跟别人不一样的原因 你就不能用别人的方法去治疗 由于没有任何文献资料与个案与团团的状况相同 原方目前只能靠药物帮忙减缓不适 而台北市立动物园也坦言以针对团团进行扶植评估 但还没达到人道处理的指标 接下来将透过专家学者讨论 希望为团团的病情找出解方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